美國議員促 擴大制裁自私法系 港府緊張 學者引習仲勳話語 暗批拒 首例留日女生 因境外發言遭判囚 訂單持續減少 PMI 四連跌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簡訊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4日 星期六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多名跨黨派美國議員當地時間2日共同提出法案 呼籲美國當局制裁49名涉嫌侵犯香港人權的香港官員 法官及檢控官海外港人組織表示 制裁能對侵犯香港人權的官員和司法人員起警示作用 這項議案名為《香港制裁法》 由眾議員金影玉、麥高文及汪希恆提出 參議員蘇利文和麥克利也同時在參議院提出相同的法案 議案要求白宮根據《馬格尼茨基法案》 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歐志光、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以及中院首席法官張舉能、非常任法官陳紹介、 高等法院法官杜黎兵、 站委法官胡雅文等多名法官及裁判官 眾議員金影玉表示 法案可以採取強力而決斷的行動 支持熱愛自由的香港人 並且可以令侵犯人權的官員附上責任 蘇利文直言 香港司法機構已經成為中共針對人民的工具 並批評中共政權公然侵犯 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香港人承諾的公民權利和自治權 他強調拜登政府必須讓北京和他們在香港的中共走狗之道 我們一刻都沒有被圓弄 在美港人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 執行總監郭鳳儀指出 今次制裁名單範圍全面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不只是高層政府官員的決定 在《國安法》實施時 都有很多檢控官 比較前線的司法人士都有參與 要令他們知道是要付上代價的 另一在美港人組織 We the Hong Kong Congress總監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CFHK 政策和倡議專員許永廷認為 法案能對侵犯香港人權的官員 和司法人員起警示作用 告訴他們任何有關侵犯人權的過去歷史 其實已經被看在眼內 也會被追究 他們要重新思考究竟他們現在做的 是否值得冒這個風險去為香港政府考力 這次議案是首次擴大香港官員制裁名單 至司法體系 今次約提案獲通過 香港職和伊朗、俄羅斯齊名 兩國也有法官欣嚇人權問題被制裁 而香港則預料是首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法官被制裁 美國政治風險顧問方恩格對自由亞洲表示 美國過去甚少會制裁法官 等於宣告香港司法獨立 公義已名存實亡 一旦制裁落實 預料對相關人士的涉美資產或生活造成影響 而美國制裁法案 是否會有牽頭作用 擴大至歐洲或其他國家 值得進一步關注 對於制裁香港官方和親中建制派一如以往反映強烈 保安局前局長、立法會議員黎棟國3號稱 對美國政客破壞香港法治 想藉場被管轄意識 阻止香港執行法律表示譴責 又稱即使港官過去多次被美國制裁仍一向處之泰然 港府發言人同日表示強烈譴責 稱對於所謂制裁 並稱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國際社會推崇 發表有意圖干擾或妨礙司法公正的言論 極有可能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罪或妨礙司法公正罪 香港教育大學學者張炳良及呂大樂3號分別投稿 明報暗批港府 張炳良強調要平衡國家安全及自由 防範一阻二責思維 學者呂大樂則子 做事太絕難以服眾 張炳良曾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及教育大學校長 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多年 他在明報觀點版以迫切問題在經濟 解決問題離不開政治為題 讚寫評論文章 觸及國安議題 民宗指在國際地緣政治逆轉及本地正情驅使下 香港已經從左右逢源之利陷入左右為難的尷尬 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新環境 唯恐 不夠政治正確 或構成政治與思維包袱 民宗引用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指 香港必須保持獨特性與國際聯繫 能內地城市所不能 否則便失去特區的存在意義 但今日香港是不是這樣 港人應心中有數 民宗還指 在維護國家安全和自由多元之間 不存必然矛盾 更引用習近平父親中共元老習仲斌一句話 只要防範香港一左兩閘 即左到極端瘋狂 窄到六親不認 習仲斌在80年代曾以此告解新華社 在處理港澳工作時要防止過度阻傾 文章強調 香港的出路卻不能只靠經濟和財政手段 最終回避不了政治 因為政治決定人們對未來的信心 教育大學客席研究港座教授呂大樂 在同一日的明報也讚文指 香港人有句話說 做人不要禁絕 所謂的絕是不留情面不留餘地 不給機會要斬草除根 令人沒有翻身之日 他不點名指 強者要做到好絕 其他人亦無可奈何 但絕情的做事手法很難服眾 群眾的沉默 不是口服更不是心服 大家看在眼裡 心中有數 在旁邊鼓掌的 確有人在 但亦不多 更重要的是 鼓掌過後 沒有回應 呂大樂還指 有人在狠、盡、絕之後 還附加兩句 拿警和鄭慶的講話 勸人自我檢討就是太絕 他在文章最後形容 港人不多講話 亦是一種態度 不是反抗就是沒有什麼積極性 而一個缺乏積極性的社會 總會給人一種好像缺少了什麼的感覺 一名在日本留學的23歲香港女子 今年3月 反港打算換身份證事 遭警拘捕 港警國安處指控她發布網帖 宣揚港獨 她早前承認 作出一項或多項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3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入獄 2個月 這是香港首宗 因警外發言 被判入獄的案件 被告袁正廷 23歲 今年2月24日回港 在3月8日被捕 案情指 她在2018至2022年間 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 發表共13則貼文 其中11篇貼文在日本發布 內容包括中共秘密 海爾維加 恐怖組織共產黨等 並貼出 含有江氏口號的海報照片 其中8篇貼文在《國安法》生效後發表 日本香港民主聯盟發聲明譴責裁決 認為香港人身在享有言論自由的日本 發言 但卻被港共政權容易進行不公不當的拘捕及起訴 以圖製造寒蟬效應 更直接打擊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地的言論自由 侵犯了日本的主權範圍 是港共及中共政權對海外反共人士的越境打壓 聲明呼籲日本政府強烈譴責 港共政府及其法院的不當拘捕及判刑 保障在日港人 及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日本人的言論自由等正當權利 最初公開女學生被捕一事 一直關注事件及中國議題的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 接受寧國訪問時表示 被告因海外言論港府被判囚 他認為即使刑期只有一天 也是極其嚴厲的 阿古智子擔心判決會影響 在日香港及中國留學生的言論自由及安全 他呼籲日本政府譴責判決 並認為大學及國際社會需要認真看待事件 否則將助長港府跨境實施國安法 監視海外社交活動及言論 長遠令海外學術及言論自由逐漸收集 標普全球公布10月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PMI較9月的49.6進一步下滑 跌至48.9 創近一年最低 亦是數值連續4個月 低於50 性需分界線水平 標普調查指出 新增訂單持續減少 特別中國大陸新增訂單 跌幅較9月擴大 是企業縮減經營活動的主因 隨著新訂單和產量緊縮 企業減少採購 相關跌幅 創去年4月以來最急 寧富全水平由升轉跌 此外由於負面情緒加劇 私營企業 暫不填補僱員 離職空缺 並進一步縮減團隊規模 展望未來一年的經營前景 受訪企業憂慮 經濟的不確定風險升溫 加上業務競爭力不足 悲觀情緒更強烈 標普全球市場 才智經濟研究副總監 菁伊佩恩表示 香港私營經濟第4季初的營商環境 持續轉差 新訂單跌幅雖然收窄 但私營企業的悲觀情緒反而加深 顯示出多個巨前瞻性的分項數據 發出混合的訊號 它又指市場需求必須在未來數月好轉 才能夠重續企業的產出增長 和經營信心 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